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盞Aputure 300D Mark II 那這一盞是我前幾個月買的 那一盞是去年Aputure 300D Mark II 剛出來的時候我就想購去買到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 新的跟舊的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今天不會做任何的深入測試 或者是評測之類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已經做過一個影片 如果你想要去看評測的話 你就記得去看一下 第一個新燈跟舊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保容卡口的緊度不太一樣 那這一盞舊燈的話 它的保容卡口很鬆 所以它搖晃的話 會發出噪音 那新燈的話呢 這一盞新的Aputure 300D Mark II 它的保容卡口就非常的緊 不管是這個Barn Doors 或者是我剛剛的那個柔光照 加上去都非常的緊 不會有任何的噪音 那我也不知道Aputure是不是因為 舊的保容卡口非常鬆 讓消費者一直提供意見 讓公司去改善這個 保容卡口的緊度呢 還是它只是一些公差 或者是他們製造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剛好比較緊而已 Who knows 反正新的燈 保容卡口比較緊 讚讚 第二個新燈跟舊燈的差別 就是它這個鎖 的位置不太一樣 新的燈 鎖是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要拆裝 會比較方便 那但是舊的燈 鎖是在旁邊 那鎖在旁邊也有一個優點 就是我線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纏在上面 讓我的線 比較不會這樣子 掛在空中 讓我的線頭 我怕我的線頭故障 或怎樣子 風險比較大 雖然Aputure有多附一個 小小的地方 可以讓你掛線 但是我通常是不太喜歡使用 因為 比較難收納到袋子裡 就會吐出來一個 或者是你要一直拆裝 很麻煩 所以我幾乎是不會用 我會覺得 舊的那樣子 線可以這樣子掛著 其實頗棒的 那新的 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就 看你怎麼使用囉 第三個 新燈跟舊燈的不同 這個問題就比較大了 就是色溫 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 舊燈的色溫 我們再來看一下 新燈的色溫 我自己是沒有任何儀器 可以去精準測量 這兩盞的色溫 但是我知道 舊的燈 一定比新的燈還要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兩盞的色溫就是不太一樣 那官方網站說 Aperture 300D Mark II 是5500K 但是Aperture 300D Mark II 這一盞舊燈 大家都知道 專業的人去測試過 它不是5500K 它會比5500K 再更黃一點 那新的燈 它比較藍一點 但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因為 舊燈 大家發現物 它不是5500K 那這一盞 到底是不是5500K呢 那就等專業的人去測試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它有比較藍一點 可能更接近5500K 那下一個 我發現 新燈跟舊燈的差別 就是它開啟的速度不太一樣 舊燈 它是會慢慢的 欸 變亮 但是新燈呢 瞬間變亮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它官方網站也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慢慢的變亮 因為它要保護你的V掛電池 但是 這一整新燈如果裝上V掛電池 它還是一樣這樣子 瞬間的亮起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這個瑕疵嗎 還是怎樣 還是它的韌體更新 而且如果我更換控制盒之後 我這一盞新燈 還是一樣 馬上開 馬上關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應該是燈 自己 就不太一樣 下一個新燈 跟舊燈不同的差別 就是韌體的不同 那我們待會也會來更新韌體 那我們先看一下 新的韌體 跟舊的韌體 到底差在哪裡 OK 我們就來到了控制盒的部分 那左邊 是舊的 右邊 是新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 settings裡面 DMX 一模一樣 Demon Curve 一模一樣 Fan Mode 一模一樣 Studio Mode 也是一樣 下面的Bluetooth Reset 好像 也是一樣 Language 也是一樣 這個舊的好像 USB Mode 也是給你update 是的 沒錯 那待會我們就來update一下 我們舊的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那我們看看這個新的firmware version 兩個 1.6 1.6 Yep Lamp跟Control 所以它的燈頭跟控制盒都有韌體更新 那我們待會就來 不 我們現在馬上就來韌體更新一下 OK 所以我們就把韌體裝到USB上面 那我們就直接從旁邊的USB孔給它插進去看看 OK 我們把USB插進去之後 我們就來選一下我們的USB Mode 來更新一下 哦! Yes! 喔! 有! 喔! 就是2.5 更新很快 來囉! 喔! 然後它說要把 Bluetooth Reset打開 按Yes! 100! 來 來看看 有到藍牙了 所以成功了 讚 我們來看看我們有沒有那個 欸 蝦米 怎麼兩個還是不太一樣 這到底是更新到什麼 蝦米 還是這個是新的 這個是舊的 這個是 這個是 啊 蝦米 那我們把這個新的也看看韌體更新好了 這個舊的 沒有寫出像 這一個新買的 有韌體版本 欸 那我們也來更新一下看看 那我們就來 Firmware Update Update Firmware Yes 100 有 喔 所以 蛤 所以有寫韌體版本的 其實才是舊的版本 新的版本不會告訴你是什麼韌體版本 所以我新買的韌體 比舊買的還要舊 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是 什麼鳥東西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舊的韌體版本其實 比較新 然後新買的韌體版本比較舊 所以我要更新的是新的 不是舊的 What 到底是什麼回事 OK 所以我們兩個設定頁面都長得一模一樣了 沒錯 這都是最新的 完美 很厲害了耶 韌體更新完之後 我這一盞新燈 它開啟的時候 就會慢慢變亮 哇賽 更新成功 超棒 那我還發現另外一個 新燈跟舊燈不一樣的 就是它的控制盒 它上面的OLED螢幕 亮度其實不太一樣 它的色溫也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新的OLED燈 看起來比較顯眼 那舊的比較暗沉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為我 用了比較久 讓它變得比較暗沉 還是它真的就比較暗沉 那我還發現舊的OLED 已經有一點烙印的現象在上面了 你已經可以看到 永遠都在上面的 Channel跟Group 都已經烙印在上面了 那我之後還會做一個 Aputure Barn Doors的分享 跟這個超大 超棒的柔光照分享 那敬請期待了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我們完成了Aputure 300D Mark II的更新 也完成了新燈跟舊燈的比較 那大家也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瘋狂開箱 測試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